吉安乡公所为了帮助 每一位弱势乡亲度过特殊境遇的时期 借由及时的批次物资的发放 掌握时效 献上满满的温情 而在疫情前 乡长游淑珍请走家户 倾听每个人的生命故事 随着疫情的发生 他更担心弱势家庭 无法兼顾生计和防疫所面临的 雪上加霜的困境 乡公所物资捐赠平台 陆续接到了中原吉祥月的 平安民生物资必需品 也在29号分送给需要的乡亲 29号上午乡长游淑珍 亲自在广场发放涉服物资 现场规划三个时段 三处零取点 乡亲民众透过明信片通知 指定时间前来 不用排队 也不会有群聚风险 还让乡亲们享有专属的 随到随发得来述亲切服务 七月平安吉祥月 谢谢各个有公庙开启 对吉安湘热视加护关怀的这一份心力 感谢我们北玄公 我们的观音寮李三劳母 我们的格局佛学院 还有我们的马府前税 溢入这么多的关怀 开启吉安湘物资捐赠的平台 当然这是一份长远的关怀 所以我们会陆续的来进行 但是今天因为在防疫的时期里面 我们不等待 而且分流分时段来发送 庙方人员也到场和弱势家庭们 献上诚之问候与祝福之意 我们知道各地区各地方 都有一些贫困家庭的弱势团体 那我们的能力所及物资充沛的话 我们不限于只花蓮市 今天这160分的物资 就可以给一些家庭 那这是我们的宗旨 我想说我今天有这能力 能够帮多少 我是尽力尽心来帮助 这一次发放的对象 以中低收入户 财税标准低于一般家户水平 无法通过低收入户审查资格者 及未领友生活津贴救助 加上社服团体较少关注的这些族群 因此在有俗真相长的支持下 在公部门急难救助之余 开启适性的规划 提供实质上的物资支持 及时注入暖流 解燃眉之急 记者林杰 杰安乡采访报道